好的 这边双方阵容确定啊 搬掉了先知 我们这边直接开始 这里是选出了一套祭司体系啊 确实这张地图的祭司还是比较厉害的 特别大船小船对吧 这祭司就跟一爸一样 往那一站 屠夫想抓还是蛮讨厌的 女巫的话带放狗抓祭司 我们看一下效果吧 当然最好肯定还是抓这个机器啊 来 我们看一下这边开局 这个出生点位对于女巫来说还行 前面却有两个人 脸上好像第一个我看到的是佣兵吧 果然第一个是佣兵 第二个是祭司 这两个都不太好抓 带的是放狗 来 这边看了一眼祭司 那应该是要选择抓祭司了 祭司这边有反应 对 有感觉 应该是那个佣兵给他报了那个信徒的位置 哎 这边吃了一刀 他这边的一个位置判断是 可能觉得会从外面绕进来 想暗杀是吧 也不是想暗杀 他就是祭司对于这个位置的判断 上面有了一个错误 但那就是直接先吃了一刀 这边直接放狗了 因为距离上面已经是开始自动跟随了 放完狗 再祭司不好遛 拉上来到这位置 一刀直接倒地 再补一个寄生 开局抓人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这边管道那台娃娃的遗产机 如此一来 女巫慢慢的控场 这个地方还想打娃娃 娃娃这边炸了一下机 一个自动 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通缉 通缉断是谁 通缉到了佣兵啊 但是佣兵 因为为了打娃娃把佣兵给放过来 就是这边不无伤救人嘛 你觉得 我觉得还行 因为祭司现在走不掉 其实这边 这个其实可以打双趴吧 你在桥下面拦一个 然后上来 他刚才是想要去打娃娃嘛 那这边先补寄生 可能会先选择补寄生一手佣兵吧 所以这就是 机械师就是那个娃娃 贼男 他这边想打那个洞上去 这边可能会切闪线吧 我感觉有这想法 哎 这边两边帮家了 反正你打洞 我在这里 那这个 这刀有打掉了洞 哎 这一轮追击 让佣兵把再电机补掉的话 这把就 前期的优势就全没了 他这边寄生佣兵 好像能量 好像能量 挂人 节奏也不是特别的好 这刀佣兵还不敢打 打得性图销 那你这人不管 我就那边去 继续修机了 哎 炸了一下 这刀不敢打呀 打了少一个人 哎 这边看到一个 那边祭司起来了 好像还是被摸起来的 再闪现补一刀 哎 走是走不了了 这个祭司 这刀 哎 机械师想要过来扛一下 这个刀 没扛住 佣兵最终还是把再电机点掉了 我感觉女巫 这波节奏丢的非常的严重 这刀再打上去 也是一样 她的信徒不够 现在 等于说就往宝平去了 就平局起步了 本来的说话 如果守得好 她这波应该是一个 能够取得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比如把佣兵打一个双趴 然后进身上佣兵 打完娃娃以后 感觉节奏瞬间乱掉了 现在还差最后一台电机 依然通缉到佣兵 这里过来 由于外面的电机拉得非常的远 这三台电机不是一个三连 博彰地图的三连 就像最近的三连 也不是特别的好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祭司 应该是要挂飞了 前锋那边在修最后台电机 前锋跟过来了 想要来进行一波干扰 但女巫这边她不好撞 因为 哎 想把这都打掉 打掉了 哎 可以 还行 这里还是得小心一手前锋 还是得小心一手前锋 电机应该是没那么快 佣兵这边在修 应该最多修了一半吧 果然一半还没到 但是这个位置的前锋 你不好处理 那边压过来 对 要一个人挡在前面 哎 直接撞了 牵起来一块板子 哎呦 再打 翻过去 切信徒 这个如果是寄生的话 再撞一手 又是前锋 这个又是 好了 现在开始大家宝了 他刚才挡住了那一下以后 没想到这前锋 直消这么快 牵起来直接给他砸了一块板 那边开始强行帮祭司消信徒 我觉得这一轮打下来之后 女巫可能要面临的是一个宝瓶 最多宝瓶了 因为在电机只差一点点了 那边还想帮忙消信徒 信徒消掉了 好 你现在寄生都没有 应手在电机 祭司那里有洞 还能摸 底牌已经交过 一块板子 节奏顺崩 暗生你觉得这把女巫该怎么翻 他主要他把那个几排换了 对 没开门站了 比较大 他关键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他就算寄生 我寄生了 求生者就硬消就好了 就你寄生一个我消一个 你寄生一个我消一个 你就拿我没折 对吧 不像有些就是在守电机的过程当中 求生者又要开电机 又要消信徒 压力会比较大 现在的话求生者压力其实不大的 对吧 这祭司满血 我能吃你两刀 慢慢的机械师还直接拉开 拉开了以后 他的一个信徒还会被带走 管不住 那边再重修一台电机 这里还有个洞 再打 我感觉女巫现在很着急啊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 碰到这样的四黑 把女巫控得严严实实的 再寄生 寄生上 女巫受伤控场都不好打 对 而且前锋那边已经是电机 应该修得差不多了吧 已经压好了 这边就在等消信徒了 打一刀 他们可能想要把祭司的那个信徒也消掉 女巫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前锋那边那台电机已经压好了 这当真面消 对吧 我就只要但凡我的祭司信徒一消我就点电机了 用兵贴好门 这里机械师待会可能也要贴门 两边门贴 这把应该是一个三跑局了 很难有其他办法 就只能看着这个祭司消信徒啊 他不能打 谁难受 对 哎呦 还是 你打了他 打了他就摸嘛 就那个医学提醒摸嘛 对 这里直接亮好 场面上信徒全部消干净 人还没找到呢 这把不会打到四跑吧 这个时候就要想清楚就留一个 进身上 还是难 还是难 非常非常的难 这里留前锋吧 前锋拉球拉球 祭司那边打大洞 我想就是只能留一个就留一个留一个 要跑地窖吗 在地窖口 走了 前锋还有一小段球卡着 弹个板 绕一绕 闪现 再骗 闪现一刀 先别急 先别急 再拉个信徒过来包夹好吧 留一个 留一个 哎呦那边直接走了 不给你机会 这个闪现还剩7秒钟 两边再包夹 前锋这里是想要冲门 有闪现有闪现 但是这边的一个距离拉开了 装强 前锋一小段球 感觉有机会啊 闪过去 走了走了走了 还有一段球呢 一块板子 瞬间崩塌 真的 真的 讲道理 这局 女巫前期的节奏 是非常非常好的 从哪里开始崩呢 就是 就是从他那个寄生 不是 他寄生了 佣兵 开始 节奏逐渐的就差下去了 然后那波追击以后 追 就祭司被救下来以后 无伤救下来以后 也拖了一波时间 很亏